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米 這次來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呢 是一年一度的空空場 那這個主題呢 就是我收集了這一年度 我所有用完用光光的彩妝保養品們 來跟你們分享有哪一些 平常我還蠻少分享保養類的主題 主要是因為保養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試用的單元 藉由這個空空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我今年用了什麼東西我覺得是值得買 或是有哪些覺得還好的 然後呢 除了空空場之外 我這次也會同時分享我的招康妻 那這次的產品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會盡量快速的帶過 然後跟大家簡單分享我的心得 那詳細的商品資訊呢 大家可以點開下面的資訊欄 先從卸妝品開始 這瓶是我的美麗日記的眼唇卸妝液 然後這瓶是1028的 那我兩個放在一起講是因為我覺得 他們兩個的CP值都差不多高 就是價格非常便宜 然後卸除效果也很不錯 然後都是可以卸掉 防水的一些眼妝 那我覺得很適合學生們可以入手 這兩款我覺得都還不錯 再來是這個 倩碧的紫金唇眸卸妝露 它也是for眼睛跟嘴唇的妝容 它的價格會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適合就是你平時習慣 使用專櫃的彩妝保養品的人 然後它的卸除力我覺得也不錯 但它的優點就是 它沒有那麼的油 它比較清爽一點 接下來是這個 Softimo的 我在日本買的也是眼唇卸妝 但它比較偏卸妝水 那時候注意它是有說可以卸眼妝 你看它上面的圖有這種卸眼睫毛 但是我覺得它的卸除力並沒有前面幾款那麼強 就是如果你的妝容是比較重的 或者是你的眼妝是那種防水力很強的 這個不好卸 最後一款卸妝瓶是這個 THREE的平衡節顏油 這瓶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就知道 我非常喜歡它 然後我已經用了第三還是第四瓶了吧 卸完眼唇之後呢 我會再用它來卸全臉 雖然是油 可是並不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你在清潔完之後 臉上會很油膩的感覺 它反而是很清爽 然後有一個很療癒的那種植物精油的味道 雖然它的單價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它的 再來清潔品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嬌藍的洗面乳 這瓶其實是嬌藍送給我的公關瓶 然後我覺得它好大一條喔 它洗完就是長時間下來臉真的有一點點變亮 但是沒有到很誇張的擺啦 它是專櫃的清潔品 所以單價會稍微高一點點 我覺得就是可買可不擺 沒有到非常建議一定要入手的程度 再來就是這個比較多人知道的雪雞翠 這個也是我在日本買的 然後它的墨數比較小 它只有80克 所以還蠻快就用完了 那雪雞翠呢 我覺得它的評價比較兩極 是有些人覺得洗完會臉太緊繃乾燥 那我自己使用完之後呢 不會給我很乾燥的感覺 可能是我的膚質跟它還蠻合的 但是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容易就是缺水的啊 或者是你臉很容易清潔品清潔力太強的 你會乾那就不建議買這款 接下來進入保養品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從化妝水類的開始好了 第一個是這個 Crimolab的保濕噴霧 那這個是韓國的一個保養品 我個人還蠻喜歡他們家的保濕噴霧 跟72小時那個雪花保濕霜 我覺得它冬天用起來真的就是還蠻滋潤保濕 然後這個保濕噴霧我很喜歡它的香味跟噴起來的感覺 比較細緻柔軟 不會那種水力很強 然後你再噴在臉上就會有一種很療癒很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噴霧就是我會拿來當作化妝水 或者是說你妝前也可以當作保濕噴霧使用 第二個呢是這個 嘉力寶的化妝水 那它就是比較一般的那種按壓型的化妝水 那你可以拿來濕膚擦拭或者是直接清排 我比較常會用來擦拭 就是用化妝棉來搭配 清除一些臉上的老廢角質 那這瓶用下來呢 我覺得不會不好用 但是沒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強烈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會特別推薦 再來呢是這個THREE的化妝水 那這瓶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就是它雖然單價稍微高一點 但是用起來是還蠻有感的 它們家的東西都是主打天然成分比較高嘛 所以我覺得用起來就是比較溫和 然後味道 我真的很喜歡它們家的味道 就是我會願意為了它們家的味道去買它們家的產品 所以這瓶我還蠻推薦的 然後再來進入精華液的部分好了 先講這個SKII的光感鑽白精華液 那這瓶我記得沒錯的話現在好像停產 它有出類似效果 但是包裝不太一樣也是美白的 它是主打有亮白效果 然後它的那種精華液的質地是那種珍珠光澤 就跟它平成很像喔 就是很美的那種珍珠光澤 很喜歡它這個系列是因為我用完真的覺得臉有提亮的效果 再來呢是這一瓶那個資深糖的百優系列的乳液 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的質地也很清爽 雖然我是乾性膚質 但是我很不喜歡很黏的那種精華液或是乳液 所以塗起來是清爽 但是又讓我臉上有滋潤的東西 我就會心裡先默默給它加個分 那這百優系列呢是比較適合給親手女的 因為它是比較主打有抗老加一些抗老的成分在裡面 如果你是25歲以上或是30歲以上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這一瓶 再來又是瓶THRE的保養 我真的很愛他們家的保養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的平衡靜白的精華 包裝都走的這種非常簡約可愛的路線 我那時候是剛好同系列一起使用 我覺得用起來是還蠻有感的 我會建議大家因為他們還蠻多那種試用包啊 你們可以就是去專櫃跟櫃姐問說 我是什麼膚質 因為它有不同的系列嘛 請她建議你然後看能不能拿到那個試用包回去用看看 我可以保證說你聞到那個味道 你一定很快就會愛上他們家的東西 接下來呢是這個黑糖精的保濕凝凍 那如果你也有看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 我個人非常的推薦它 因為我知道很多在看影片的人其實都是學生 它也許專櫃的保養品或是彩妝品 對你來說可能預算有點高 所以我會盡量多試用一些開架 然後不錯用的東西推薦給你們 那這個是我近期比較喜歡的一款 它有出一個日用跟夜用的 那它們最大差別就是在於日用是有防曬係數 有做到SPF50 非常方便等於說你妝前保養防曬妝前乳 這些就是直接擦一瓶就可以搞定 那它的保濕程度我覺得還蠻高的 的確可以讓你的肌膚得到很好的滋潤 那如果你是混合性或油性肌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縮減一點點用量 我分享之後還蠻多讀者 跟我說他們用完也很喜歡 再來進入的是先講防曬好了 防曬第一個是這個Sofina的防曬美白乳液 那這瓶其實應該也還蠻多人用過了 我喜歡它是因為它的防曬係數高 然後它不會跟底妝打架 乳液的質地非常的清爽 然後你上薄薄一層就有效果了 所以這瓶應該不用多做推薦了吧 接下來是這個ZA的也是美白防曬乳 那它也是有做到SPF50加PA4加 還蠻高的防曬係數 所以這瓶我通常是在夏天使用 這幾條幾乎都是我夏天用的 就是用量很大 那這瓶的特點就是它的價格非常非常便宜 我記得它價格大概只有剛剛那個Sofina的一半 到三分之二左右吧 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其實你有空可以去逛逛 它不一定每樣都會做很大的廣告 但是我綜合使用下來我對ZA的評價都算蠻高 因為它價格算是開價中更評價一點點的品牌 然後是這個BioLay的UV防曬乳 它也是做到SPF50加PA4加 那這瓶我是拿來擦身體 它賣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它常常會做一些特價 然後它的價格在防曬乳中也算是便宜的 但是我使用起來呢我覺得 它是有一點點帶乳黃色的那種乳液 然後擦起來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我用起來覺得是一個中規中矩表現效果的防曬乳 接下來呢是這個羅拉密斯的幻顏凝露 那這瓶其實我去年的空空想沒記錯話也有分享過它 那它已經是用到第二條 那這個是潤透光型 潤透光型呢其實會比較適合混合性或油性肌 但是因為它的滋潤度我覺得也還ok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春夏可以正常使用 那我之後再買新的我應該會買比較適合乾性膚質的保濕型 這個妝前凝露呢我非常推薦給在上妝的時候覺得妝不夠貼的女生 因為他們家的妝前凝露有針對不同膚質然後不同需求設計的 容量其實也還蠻大 因為它有做到50ml 所以用的時間也可以拉的蠻長的 再來是這個beautymaker的妝前保濕凝露 它也是妝前乳 但是它是沒有防曬係數的 那這瓶呢我個人還蠻喜歡它的保濕效果 它就是屬於那種半透明狀的凝露 然後它價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雖然說它好像沒有可以試用的 但是我用完之後我還蠻建議 如果你們要買beautymaker他們家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順便帶這一瓶妝前乳 保濕程度非常的好 再來唯一的彩妝品是這支ZA的旋轉眉筆 我非常推薦給新手使用的一款眉筆 第一個是它不用削 第二個是它是雙頭的 你用這個旋轉的眉筆然後搭配它後面的眉刷 你就可以簡單的完成好看的眉型 就是沒有什麼難度 然後它價格又很便宜 再來就是髮品跟沐浴乳 先從髮品開始好了 第一個是這個 Tommy Goss的洗髮水 它比較特別喔 它不是洗髮精 它是洗髮水 所以它是主打清潔力會比較強一點 然後不會讓你頭皮會覺得油油 因為一般洗髮精有一些可能會加細菱 或是它有一些成分 它會比較滑 那這個洗髮精呢光洗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有一點點比較澀 就是會好像覺得頭髮會乾乾澀澀的 我第一次洗的時候 哇靠這也太難用了吧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搭配它們家同系列的護髮乳 一起洗完之後 頭髮變成很蓬鬆然後很順 所以這瓶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接下來一起分享這個 呃呂的洗髮跟護髮霜 是滋養韌髮系列 這個呢則是我近期最愛最愛的一款 洗護產品系列 這其實是之前品牌找我合作 不然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開架的洗髮產品 因為對我來說我頭髮很容易塌 然後很軟 所以一般開架的髮品很難滿足我的需求 但是用完之後呢 我對開架髮品大改觀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我頭髮變得比較蓬鬆 然後髮質的確也變得比較好 尤其是這個護髮的非常的推薦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那種扁塌髮 然後頭髮很軟的話 很建議你們可以用它們家這個系列 厲害 最後呢是這個 On the body的沐浴乳 這瓶我會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我很喜歡它們家的香味 然後它們家的沐浴乳很便宜 即是一兩百塊就可以買到這麼大一瓶 那我買的這個味道是 欸怎麼都是韓文啊 比較甜一點點的花香 那它們最近也有出比較森林系療癒的 我把之前分享過的文章一樣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參考 就是秀治代言的這一款 我覺得它們家的沐浴乳可以買 就是女生會喜歡的味道 那以上就是我2016年的空空賞大集合 那接下來我要來分享我的糟糠漆們 那糟糠漆產品呢幾乎每樣都是我每一天都會用到碰到的產品 第一個是這個金碩光學的煙花中隱形眼鏡 這個是我每一天喔幾乎 私訊留言 Instagram或是YouTube都會被問的一個問題 那這款我會喜歡的原因呢是 第一個它的直徑是14.2公里 不會太寬 對我來說還蠻自然的 再來就是它的顏色它是屬於深棕色 它的這個棕呢對我來說不會太淺 就是跟我本來眼球的顏色不會差到太多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這種自然的眼神的效果 再來第三個就是它好像是會員制的 所以你要加入會員才可以買他們的東西 但是加入會員之後呢 這一盒20片只要300塊 我覺得很便宜 我沒有在幫他們打廣告 我沒有收錢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問我推薦隱形眼鏡 我個人都還蠻推他們家的這一款 如果之後有人再問我戴什麼隱形眼鏡 請大家幫我回答 就是我在他們家的金碩工學煉花中 再來第二個呢是這個 藍韻的化妝棉 我平常會拿來卸妝跟濕膚 那卸妝的部分呢 我通常會把它剪成兩半 就是一次一起剪很多 然後就是來去蓋住眼睛啊最初 我覺得它的大小是很剛好的 濕膚的部分呢 你就是可以根據你的位置 譬如說你這邊比較長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一條 那可能下巴這邊比較短 你就可以這樣子對折 或者是撕一半 就是它的變化性還蠻大 然後再來就是它很便宜 我比價下來確認是最便宜的 它就是出這種粉紅色 好像是屈臣式限定 然後三合常常特價才79塊 你可以用的很爽快 再來另外一種呢 是這個 無印良品的化妝棉 然後它有出白色跟再生棉的 我買的是再生棉 它有一點點厚度 然後它是這樣子 上面還有棉花在那邊 這種化妝棉呢 我通常會拿來做擦拭的效果 你臉上有一些老廢角質啊 或者是殘妝 你可以利用它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接下來呢 是這個 棉花棒 應該是每個人可能化妝 卸妝都會使用到的產品 但是我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講它呢 就是 除了一般的棉花棒之外 我特別喜歡這種 一邊圓頭 然後一邊尖頭的棉花棒 因為我發現啊 如果你只買那種圓頭的棉花棒 你在一些可能眼角 那種眼睫毛下方的地方啊 你有時候可能不小心畫錯了 或者是卸妝 比較細微的角度 很難去用圓頭完整的把它擦拭掉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 雙頭的這種一邊尖一邊圓的設計 因為它可以完整的幫助我在上妝卸妝時 達到更好的效果 接下來呢是粉撲清潔劑 它是大創出的 這個真的好划算喔 這一瓶39塊 記得大家如果你去逛大創 看到這個有補貨 就大量用力的把它買下來吧 因為你可能這一次看到 然後下次過了很久才會再進貨 因為它實在賣得太好了 它其實是粉撲海黏清潔劑 但是我因為刷具清潔劑真的買不到 所以我也會拿來洗刷具 那這瓶呢其實不用我多說 反正就是你如果逛大創看到買就對了 接下來呢是這個資深堂的睫毛夾 它是我用過價格最便宜 然後最好用的睫毛夾 我個人很喜歡它的弧度還蠻貼我的眼睛 每天化妝都會使用到的 最後的最後 可是我天天都會用到的電棒 電捲棒 這個品牌呢是 Folia 然後我買的實境是32 那我覺得32的好處是 它很適合拿來燙大捲跟捲髮尾 有人問我說我每天的頭髮是 我有去給人家燙還是用電棒 我個人不喜歡燙髮 因為我覺得燙髮很傷髮質 所以像我這種彎彎的髮尾啊 這樣子的一個弧度 都是用電棒捲出來的 我之前有分享過就是捲髮的教學 我把影片放在上面 那如果想看其他的捲髮的整理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空空賞 還有招康妻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接下來呢 大家如果想看一些什麼主題 很歡迎你們可以留言給我 在下面留言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點這邊 幫我影片按個讚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